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冬季是发财树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季节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 冬季导致发财树叶片发黄最普遍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这边刚好有一棵出现问题的发财树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棵植株看上去叶片呢已经开始发黄了 而且有部分的叶片已经脱落了 这边还有一些刚长出来不久的小叶片也都已经开始发黄了 像这样的问题在冬季还是比较常见的 当大量的叶片开始出现发黄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从根上来找原因了 因为植株的根部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病变或者腐烂的情况 我们用手指逐个检查每一根发财树的主干 尤其是接近土壤的位置 如果表皮触摸起来有发软的迹象 就说明根部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们看这一根摸起来就已经有发软的迹象 而且表皮已经开始皱皱巴巴的了 说明它根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换盆了 换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检查根部的具体情况 还有就是及时清除腐烂的枝条 在托盘之前可以先用手把花盆的四周轻轻捏一圈 这样托盆就非常的容易了 由于这个土也是属于半干的一个状态 所以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发财树根部容易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根部毛细根并不发达 一旦浇水过多 植株无法吸收的情况下 它的根部就很容易发生腐烂病变的情况 虽然盆土看起来很松散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湿度的 像这样的一个湿度就可以满足发财树生长对水分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的盆土用手轻轻一捏就非常容易成型的话 就说明盆土的水分含量过大了 日常浇水过多了 为了给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那我要把这几根发财树彻底的给它分开 所有的发财树全部拆开之后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我们先来看最粗的这一根 这一根是最早出现问题的 在这还发现半根皮筋 这是商家用来塑形的给发财树根部塑形的皮筋 在刚买回来的时候没有清除干净 遗留了一部分 大家新买回来的发财树最好把这个皮筋给它解开或者剪掉 因为它绑在发财树的根部会造成植株生长的负担 时间久了还会造成根部畸形 也会造成它生长速度缓慢 这根发财树上的泥土几乎已经清理干净了 目测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 也没有明显的腐烂迹象 但是当我用手开始轻轻挤压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一根的根部已经开始腐烂了 已经发软了 捏起来软绵绵的 那整个根部都已经软了 就说明这一颗已经不能留了 这根发财树是最早出现问题的一根发财树 刚好那段时间比较忙 而且身体也不舒服 昏昏沉沉的没有好好照顾它 也没有太在意 那紧接着它旁边这一颗比较细的也出现了叶片发黄脱落的情况 虽然通过及时控水减缓了根部腐烂的速度 但是根部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那用手捏起来这个根部软绵绵的 虽然没有说腐烂的那么严重 但是这一根呢也不行了 如果不是扒开盆土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上半段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发财树发生了大量叶片发黄脱落 一定要及时的检查盆土以下 根部有没有存在腐烂病变的问题 一般像这样的发财树 一旦有一颗发生了根部腐烂病变的情况 很快就会传染给其他的植株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发现根部并没有问题 但是依然还在黄叶 没过多久根部就都腐烂了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在我们第一次检查的时候 忽略了一些发财树根部腐烂的初期迹象 比如说发财树的表皮出现了大量的褶皱 看上去类似于缺水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样的情况反而是由于长时期的大量浇水 造成根部积水 植树已经开始发生烂根的一个迹象 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空水的话 那植树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已经烂根的那两只就不要了 把这两颗比较健康的再重新栽种回花盆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换新的盆土了 旧的盆土由于烂根所产生的一些病菌还残留在里面 所以最好就不要用了 换完盆之后最好把它摆放在一个光线明亮 通风良好的位置 冬季造成发财树叶片大量发黄脱落的普遍原因有三个 一个就是长期低温冻伤 还有一个就是病虫害 再有就是由于浇水过多所造成的根部腐烂 我们在加拿大冬季室内都有暖气 冻伤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 那接下来就是病虫害 在室内养护病虫害的发生几率非常小 尤其是在冬季 接下来就是由于浇水过多造成了根部的负担 植株最初期的表现就是叶片发黄 下来就是脱落 那再严重下去就会发生根部腐烂 这个问题是最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而且发生的几率也特别的高 还有一个导致发财树叶片发黄的原因 而且呢经常会被大家忽略 像我们面前的这个发财树 它是用了一个套盆 那花盆放在另外一个花盆里面 这个花盆和套盆之间最起码有半公分的一个空隙 这样呢就不会影响植株的一个透气性 也不会影响空气循环 那我们有时候买的发财树 它的花盆和套盆几乎是严丝合缝的 没有一点空隙 那时间久了植株就会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 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一个环境下 植株很容易出现问题 那就算是冬季长期种在这样的一个花盆里呢 也会影响植株的生长 想要在使用套盆的同时 又要让植株有一个良好的空气循环的状态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步就能解决 我们只要在套盘的底部撒上一层石子 这样呢就可以提供给植株一个非常良好的空气循环的环境 也同时可以改善植株的一个透气性 冬季发财树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 对水肥的需求也不是很高 相比较于春夏 一定要减少它的施肥还有浇水的频率 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 发财树叶片发黄的一个情况发生 如果大家有好的养护方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那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关注沙拉养花 再见